继续 咱们接下来 接下来咱们要做的这个功能 看一下 就是我们的商家后台的商品的上下架功能 上下架功能 我在这里不给大家在课堂上来做了 这一部分呢 是给大家留给大家的一个作业 就是大家自己来完成的 我在这里只是告诉大家这个需求 怎么一个需求 怎么一个实现思路 给大家说一下 那首先我们说什么是商品的上下架呢 这个很容易理解 像超市是吧 一般说这个商品上下架什么意思呢 我上架的东西我肯定是卖的 我下架的东西肯定就不卖了 对不对 有些东西呢是叫下架的 比如说这个商品有问题了 比如说之前有问题了 那这时候就去下架了 或者说被消费者投诉了 或者什么原因 或者说我就不想卖了 我留着自己吃 行不行 可以是吧 这时候 那上下架呢 在我们的电商里头也是很常见的一个功能 对吧 这个上下架呢 其实和我们的审核状态呢 其实差不太多 但是有一个性质上的不同 就是审核状态 谁说了算 是运营商所算 对吧 商家无权去修改这个审核状态 只能是运营商决定 我是审核成功了 是失败了 我给关闭了 他这个关闭 他就是比较强硬的 他一关 是不是你就 不管是上下下架 是不是都给他关了 就像你乃人 你这个超市是吧 你商品是都乃人上架的 但是他把这个门口给你贴个封条 你别人能进去吗 进不去了 像这个功能 但是上下架呢 是谁说了算呢 是商家说了算 能对吧 我这个商品呢 是通过审核了 但是我商家 我不想卖了 还不行吗 对 我不卖了还不行吗 这是他自己决定的 能对吧 那么这时候 我就可以告诉你 他的实验方式和刚才的审核 其实差不太多 但是这个功能要放到商家后台去做 那对吧 商家后台 那个商品列表里 本身你加一个上下和下下的功能 然后也是负选 对吧 你把它 勾上 把每 把你需要操作的商品勾上 然后点上下 或者是下下 是不是他就进行操作了 其实也就是改一个表的状态 这个状态值在哪呢 这个状态是哪个字段呢 在这 固子表里头有这么一个值 就是上下降的功能 这个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修改表里面有这个注视的 看到吧 这个是Ease Market Table 是吧 Market Table 就这个字段 这个字段 唯一表示上下 唯一零就表示下降 能理解这个意思吧 这就是我们的 是否上下降 这么一个功能 那么你要把这个功能加上之后 还有一个细节你需要加 就是我们在增加商品的时候 你要给他加一个默认值为一 能理解吧 就是增加一个商品 默认是一个上下状态 能理解吧 你就给他加一个默认值 就是在增加商品的逻辑里头 给他固定指定个值就可以了 别的地方就是没有什么需要 特别注意的 这是关于商品上下降 咱们就说到这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